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248章愤怒 叶子昂也是愤怒 在他看来 叶浩轩就好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可是那些家伙们 居然把叶浩轩给亮到了一边 这不能忍 绝对不能忍 所以叶子昂不顾叶浩轩劝阻 直接给杨新国呛了一顿 有 有这样的事情 杨新国傻逼了 他这才反应过来 感情是军区总院那边怠慢了叶浩轩 现在他们知道叶浩轩能解决问题了 所以便过来找叶浩轩 他们这是恶人先告状啊 这让杨新国头大不已 他大骂军区 总院的院长就是傻逼 中一届第一人老子都给你请过来了 可是你居然把人给亮走了 现在又恶人先告状 想通过军部给别人施压 可是特妈的 你弄清楚了没有 那是叶浩轩 跟正苗红的太子党 而且人家的身份 走到哪里都是隆重的 你把人亮了不说 还把人给冷嘲热讽了一句 现在想恶人先告状 通过军部给人施压 你特妈的脑袋抽疯了吧 对不起紫昂 我不太了解情况 医院那帮孙子们 纯粹是恶人先告状 妈的 那院长真的欠抽 你等着 我现在就打电话 先骂他一顿再说 行了行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我哥刚从国外回来 现在累得跟什么似的 哪有心情管你们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吧 叶子昂心里这才算是舒服了一点 他有些不悦地说 挂完了电话 叶子昂才骂道 那孙子们 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哥 不理他们 我们先找个地方玩玩 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他们敢晾你 哼 我们先把那些孙子们 晾一晚上再说 行 医院的情况 我看过了 没有什么大碍 但现在源头还没有找到 源头找不到 再忙活也是白搭 叶浩轩道 找个地方 喝酒去 好 喝酒去 叶子昂点点头 带着叶浩轩向前走去 难得在这最热的天气里 这里的气温会如此的清凉 街道上的人很多 普通话语粤语交集在一起 一个国家不同的风俗 便显现了出来 叶子昂是个随意的人 他喝酒的话 也不会去那种十分高端的地方 他带官叶浩轩来到了一处烧烤城 这里的气氛比较好 三五成群的人可以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你可以往大排档那里一坐 然后光着膀子拿着大杯的扎皮和朋友们撸串喝酒 在这里似乎没有太多的差距 人与人之间也显得十分的和谐 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点好了菜 要了几大杯扎皮 叶子昂又了一盘水煮毛豆等小吃 一边剥这豆 一边道 哥 你这一次去国外 可把人给吓坏了 飞机失事 几个月都没有消息 你爸急得团团转 就连老太爷也坐不住了 本来那片海域不是我们的海域 可是老太爷担心你 愣是逼着他们派军舰 甚至连最先进的隐形和潜艇都派到那片海域去寻找 我们和那个国家的人 本来就是不对头 他们成天鼓吹滑下威胁论 所以那段时间 外交闹得挺大的 但是这一次 他们却不停地抗议 愣是拿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哈哈 我们伟人说得对 那些家伙们 无非就是一些指老虎罢了 平时看起来 他们挺厉害的 但是 你跟他们一凶 他们马上就尾了 叶浩轩大笑了起来 哈哈 是啊 而且哥你知道不 邵总对你可上心啊 那一段时间 他简直就像是疯了一样的 往那边派出护卫队 非要把你找到不可 叶浩轩苦笑 叶子昂可能不太知道自己和邵轻盈的关系 他笑了笑道 现在没事了 有啥内幕不 我可是听说 是那个国家的某个部门对你下手的 叶子昂道 是的 是五十一区 但怎么说呢 五十一的存在 本来就是一个另类 他们的所作所为 并不一定是受政府控制的 所以 我那次 完全是被人打了黑枪了 不过现在没事了 那地方被我一锅端了 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不招惹我就算了 如果他们招惹我 我分分钟让他们下不了台 叶浩轩笑道 哈哈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哥 可真的没有人这么霸气 叶子昂大笑了起来 他端起了手中的扎皮 和叶浩轩等人碰了一杯 羊腰来了 两位慢用 有一名服务员端着一盘烤好的羊腰 走了过来 就在他要把羊腰放到叶浩轩的桌子上时 一边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传了过来 我说服务员 特妈的有你们上菜这么慢的吗 我们哥几个都等了好久了 你能不能有点职业操守 能不能快点 不好意思 马上 马上 几位 我现在就去催催 服务员转陪着笑道 在叶浩轩和叶子昂另外一侧的桌子上 有五六个五大三粗的大汉 他们光这膀子 其中一名胖子身上的肥肉一抖一抖的 上面露这刀疤 而且 他身上纹这座青龙 又白虎 脸上满脸横肉 一幅黑社会大哥的派头 显得十分的足 等个屁等 把你手里的盘子拿来 给我们 让他们先等等 那胖子身边的一个瘦的跟干柴似的小弟喝道 这 服务员有些为难了 叶子昂一拍桌子 就要站起来 但是叶浩轩一把拉住了他 叶浩轩对这子昂摇摇头 虽然心中不爽 但叶子昂还是坐了下来 他很听叶浩轩的话 怎么 小子 你不服气 那瘦子又站起来 他笑道 呵呵 你不知道 这是谁吗 这是我们胖哥 不服气 你来单挑一把 就我这暴脾气 叶子昂大怒 他可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吃亏的主 他桌子一拍就要站起来 叶浩轩连忙一把拉住他道 算了 多大点事 去吧 把东西送过去吧 我们再等等 叶浩轩对服务员道 哎 谢谢大哥 谢谢理解 服务员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眼前的这胖哥是什么身份 这家伙就一流氓头子 在这附近无恶不作 这家伙就一流氓头了一口气 这家伙就一流氓头了一口气